舒華最近上的綜藝碗很大 相信一定很多人被他蒙到吧 但也有很多人不認識他 讓我向各位介紹 IDO的門面葉舒華 一個16歲的女孩 因為喜歡表演 通過徵選 只剩一人來到了韓國當練習生 在那沒有任何熟悉的人 還要試驗語言和文化 因為覺得實力不足 不想落後 每天一個人在練習室練到深夜 謝謝你沒有放棄 成功出道 也讓我們看到這位寶藏女孩 舒華從小看電視時 就夢想將來成為藝人 總是對家人說 我一定會出現在電視上 當時K-POP在台灣相當流行 偶爾看到炫芽的舞台後 舒華就成為了他的粉絲 在那之後立志成為一名歌手 高中時考進了華剛藝校 有一天朋友說要去參加Cube在台灣的徵選 舒華也抱著好奇的心跟著去面試了 但沒想到一下就及格了 讓他覺得這就是他的命運吧 因此放棄了學業 選擇到韓國當練習生 靠著不輕易放棄的精神 也讓他堅持到了今天 2018年5月2日被選為Idle的門面正式出道 出道曲非常成功 僅20天就拿下首個一位 剛出道常被批評實力不佳 難怪他的歌詞都很少也沒有什麼盡頭 但他其實當練習生不到一年就被選中 出生至Cube 出道成績亮眼 這些也默默成為壓力 這年他也才18歲 在我看來 反而公司把最劇亮點的部分給了舒華 這劇其實很難唱 況且是在跳舞的情況下 三個月後推出了HUN 這次有了較多的發揮 網友們紛紛稱讚舒華獨舞的部分 之後也有手鐲纏在一起 冷靜的處理舞台事故等好表現 雖然第一次UNCLE舞台大著音又遭到了批評 但之後的UNCLE都越唱越好 在一場COVER舞台演唱Line My Body Up 時 舒華證明自己是可以唱歌的 NNA的年末舞台舒華也有很多solo的部分 用爵士美顏和亮眼的表現 終結了2018年 來到2019年 沒有體操底子的他拼命的練習 參加了偶像運動會的藝術體操項目 得到了第三名 接著發行Staniel Reader 這首歌很好聽 但又因為歌詞分配上有了爭議 舒華這次只唱了 相比出道曲 這次只唱了撞聲詞 還有編舞常常讓舒華被擋在後面 雖然這樣是抵擋不住舒華的光芒 也漸漸看到舒華在台上更游刃有餘了 到這裡大家有發現嗎 其實就算你不認識這個團體 你也一定聽過他們的歌 6月發行了O-O 再次轉換風格 短短出道一年就展現四種變化 這次舒華的舞台掌握度更好了 也會在自己的部分變化動作 自信明顯提升了不少 是... 是... Quindon 我認為是舒華的一個轉捩點 在每個舞台都有很好的表現 在決賽演唱Lion 獨跳大梁展現約一分鐘的開場 霸氣十足 在表演結束後 舒華也罕見的在粉絲面前哭了 可想而知 出道至今承受多大的壓力 在台下總是不計形象搞笑直播 帶給粉絲歡樂 而為了趕上成員 又有多拼命的練習呢 接下來的歌曲依舊展現不同樣貌 有迷幻風、夏日風 這邊不得不佩服田小娟的創作能力 所有主打歌都有參與作詞作曲 今年初這首火花是我最喜歡的一首 MV、冬天、火、荷花三大概念拍攝唯美場景 不過上個月和KPOP娛樂品牌Universe合作發行的Let's Dance 舒華這次終於唱了副歌 還站上C位 介紹完歌曲 接下來就是直播時的舒華啦 一開始看照片會以為舒華是高冷的女孩 但之後只要看過影片就知道 她其實是一個非常活潑又很四次元的孩子 直播時粉絲說離鏡頭太近 舒華直接退到牆邊大喊看得到嗎? 完全就是個小屁孩 除了搞笑 嘴粉絲也是日常 對黑粉更是沒有在客氣 不行 你才大眼吧 你臉最大 自己加油吧 哇嗚!哇嗚! 今天不可能不然你給你 所以你自己很貪心 你就誰喔 走 大家加油快秒了 我現在來不留 走 好快秒了 好快秒了 I wanna b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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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她 應該沒人頂著幾天沒洗的大油頭直播唱歌吧 還很自傲的弄出一撮瀏海 這次演唱Easy的Wannabe 我覺得是經典之作 絕對是入坑影片之一 在許多直播中和成員的相處也都很有趣 忙內間團爸 讓姐姐們都寵著她 舒華也曾在節目中展現長達三分鐘不眨眼的個人記 另外她的臉也被稱為水煮蛋肌膚 自然不做作的個性 隨著每次的回歸都讓人看到她的成長 現在入坑絕對不虧啊 期待之後舒華帶來更多好作品給大家 也請各位多多支持這位來自台灣的孩子 今天介紹就到這邊 還想看哪位明星歡迎留言讓我知道喔 我是四格林 喜歡影片也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